在安邦九皇爷庆典爆打志愿警卫的29岁男都司理廖顺喜 被保释后态度180度转变 先是召开记者会高调捐献22万令吉善款 再放话愿意向三名被打的警卫道歉和解 不过廖顺喜的热脸贴着冷屁股 三名被打的志愿警卫 星期日连同代表律师召开记者会 表明绝不妥协也不会和廖顺喜庭外和解 志愿警卫团队是政府承认团队 是政府执法部门的其中一个团队 所以这个打人事件不是一般的一个打人事件 他虽然在这边肖像三位受害者道歉和解 可是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法庭程序了 所以呢我们就让这个法官 我们就让法庭决定 如果这件事情就这样子不了了之的话 以后不敢想象以后对这个社会的持续 会有什么严重的影响 于家福表示律师团将以旁听律师身份观察案件进展 目前三名伤者的伤势已经痊愈 恢复正常重新执行公务 廖顺喜10月27日在安邦南天宫九王爷 因为不满自愿警卫不断劝说保镖移开车子 一气之下对三名自愿警卫拳打脚踢 他目前面对蓄意智商 严重伤人以暴行恐吓公务员办公和涉毒等五项指控 炮新闻朱慧明报道 炮新闻术